20年前中国内地整体仍然都没有今天这魔富裕,但改革开放后,加上这些年资讯科技急速发展,带动了经济的增长。内地人口14亿,科技将大家的距离拉近,除了做生意更容易之外。 亦因为市场庞大,不同行业都有机会突围而出,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,内地对香港这个国际资都称来有加,所以香港的房地产亦成为他们心仪的投资。 相信待两地通关后,香港楼价将会迎来另一波高潮,不者公司集团的楼价指数,早前破顶后稍微回落,但并不代表楼价掉头向下,只是在换冲期间价格上落的增持。 首先楼价由年初至今以上升了约8%,加上二手交投量急增于三成,已消耗了一批买家,因此买家的数量需重新累积。 其次疫情在世界各地仍然持续,没有外向的经济活动,只靠本地的内循环,新盘市场的发展商,也因为一地难求。 对手上持有的土地极为珍惜,兼且见到今年楼价上升的势头强劲,没有理由不争取最高利润。 因此发展商不必急于平价出货,形成市场没有一Q清袋的热闹现象。 市场缺乏推动买家入市的狂热气氛,推高楼价的力度就会减慢,加上近期移民人数增加。 部分业主心急离去而加大以价空间,造成近期楼价升势出现好淡增持的局面。 竞争力确实可以推高价格,但同样也可以拉低价格。 业主如果心急买楼或换楼,就容易放远价钱。 特别是近期股票市场波动,令部分业主资金紧张。 这样的薄弱心态就会拉低楼价。 但另一边商也有很多人相信两地通关之后, 人流、物流及经济流的滚动会大幅上升。 届时房地产价格就会被推高。